国道3号南下靠近河美路段 中午发生五部车嘴壮事故 造成三人受伤送医 其中一位陈奶奶还需住院观察 陈一玲报道 国道7队大甲分队小队长孙学逊指出 国道3号南下189公里内二车道 在事故发生时正在进行路面跑步工程 12点20分就获报在后方的188.2公里传来事故 它是一部大漠车自称黄绳的 然后先追撞行驶中线的自小货及自小客车 再往前追撞行驶在外车车道的一部自小客车 几半年 它造成B车的驾驶及B车的驾驶两个乘客受伤 32岁的B车喉行驾驶四肢擦伤 另外同一部自小客商的53岁灵性及81岁的成型女乘客 分别是左耳后撕电伤 脸部擦伤及额头撕电伤 身体多处擦伤 三人都被送往光田医院治疗 由于这起事故加上前方的施工 造成车流回堵约两公里 国道远景到场处理 也对五车驾驶进行酒测 均排出酒驾 详细招式原因还有待理清 警广记者陈寅林台中市报道